所以啊,刚刚用这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事情来谈到这个性欲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整件事情的时候会让人感到有一种绝望 因为其实补养药它在一个人身上的作用 也可以说就是要帮助一个人从交感神经转到副交感神经那边去 那这个情,可是呢,需要吃补养药的人 其实往往就是他长期这个神经切换都很有问题的人 那你说如何能够做到这个神经很容易切换 那我觉得我的标准答案都很像卫生署讲说大家来祈祷 就是一般人不太容易做到吧 我想桌子里面的标准答案就是 不要被得失心所支配 就是你做你觉得有意义想做的事情 然后不管这件事情会让你赚或者赔都没有关系 那一般人好像不太行吧 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事情钱比较少那就不要选它 然后这科系比较冷门的话就不要选对不对 就是有的没的 所以一般人都是被得失心所支配的状况嘛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就是活在恐惧的统治之中 那你要跳出交感神经的支配就非常的不容易了 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说起来一句话就讲完 但是要做到我想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那我们就假设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件事好了 那神经都切换不过来了 那这样子的人他如果摄入性行为 他的性行为多半也只是损耗氧气而已 那当然你可以说 对他是不适合有性行为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这个用补养药不要有性行为的这个说法 在网路上传播开之后呢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同意 帮人开补养药治一些病的时候 也有叮咛说 要记得这个男生 你这个不要打手枪啊什么的 就是这种话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病人 三天两天就在网路上面回应说 医生我已经等了多少天了 我说要继续忍下去 然后我就 不是神经病啊 就是当你这样子在压抑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交感神经的世界里面 非常猛烈的要控制一个什么东西 那一样是交感神经的世界的 大有发作的一个活动啊 所以这样的压抑 我不能说去发泄比较好 可是我也不能说这样压抑比较好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死胡同 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那我只能说或许有一些 帮忙不大的通融的方法 比如说 你尽快让这个人能够交心肾或者通阴阳 就是在破阴时之前 你让这个人先能够交心生活的通阴阳 比如说他的药里面 你就加一错生半下 因为药一个人的交感神经 切换到副交感神经 最有效的药是生半下 你在他的药里面 加一错生半下 加一错什么小米或者义米 就是在里面放什么 半下煮米汤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再放一点下枯草 就是设法让他能够达成这个自我切换的机能 让他维持住 让他可以睡得好一点 那让他可以比较容易切换过来 那这样子的话 他至少性欲会比较淡一点 这个case会变得比较好处理 这样子 所以交心肾或者通阴阳的药 那要提前放下去 所以一旦要开大忌父子挥阳的药 其实你放一点生半下当作是辅佐的药 是有意义的 因为你如果不放的话 这个人会越来越紧张 一般人的心理结构的话 有的时候 当他遵守这些戒律的时候 会越来越紧张 所以这样子的事情还是要知道一下 所以我觉得禁止防御跟防射 我觉得都是一个 已经陷入一个很难解决的死胡同了 然后再找到一些 相当消极而妥协性的对应方案 就是禁欲这种事情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消极而妥协性的作为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大部分的人好像没有办法做到 古一家所说的防中树那个世界的事情 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一下 那再来呢 上次说这个慢性水肿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子是鲤鱼汤 那大陆这边关于鲤鱼汤的论文呢 我也今天有发给同学了 那这个的话 他尽量都写得很清楚 所以同学就可以自己煮来喝 那记得就是要处理肾脏的药的时候 我觉得慢性水肿的病 其实历代很多一家都会说 你要尽量不要吃到盐吧 那鲤鱼汤你说能不能调味呢 其实你调味看看我不反对 但是至少我们确定对肾脏会造成负担的盐是那个精致盐 所以至少你要放天然盐 就是海盐了 那如果放海盐还会让这个汤不够有效的话 那你再不加盐 但是原则上我觉得一般性的肾虚的话 海盐还不至于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所以海盐可能可以放一放 就是可以调味道 葱啊姜啊自己加 那他这个讲义上面讲的说什么样的病可以加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加法都很好 那同学就回家自己参考 那基本结构大概是鲤鱼跟红豆吧 然后还可以加一些药物 同学自己看大概都都蛮容易理解的 那慢性水肿到底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用到回洋药 什么时候需要补充蛋白质呢 那我想鲤鱼汤的辨证点就是 当一个人是缺这个鲤鱼的蛋白质而造成这个病的时候 他的皮肤水肿的地方 你摸起来是会觉得比较烫熟的 就是如果他的水肿是冷冷的水肿 就摸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温度感的话 那这个你可能用负子剂就可以 但是如果他水肿的地方有阴虚发热 就是你摸他水肿肿的地方是烫烫的 那就是鲤鱼汤症 所以这个辨证点知道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在负子挥扬季之外 还有哪一种类型的水肿必须要 需要用到这样的荤菜 所以我们这些也晓得一下 我想辨证点都不要给太多 这种很单纯的比较好用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上伤寒杂病人的条文了 那么我们今天呢 来到处复习一下吧 就是我们之前在教麻黄汤的时候 其实有快快带过的这个所谓麻黄酒技 就是烟灵窗绿血汗寒 然后再加上心记此时为 对不对 这是所谓的麻黄酒精 那这个 当然我们那时候麻黄酒精讲的 就是针对麻黄剂的一个使用 要注意的事情 其实可能我们现在因为是自己学中医啊 所以没有很见多试光 但是其实在临床上面呢 是会遇得到的 就是有某一些人呢 就是对某一类的药物有特别激烈的反应 比如说像我的干哥哥家里面 就是我的干姐姐跟干妈 他们两个人就是碰不得一点麻黄 那感冒吃一点点有麻黄的药 什么葛根汤 什么科学状一滴滴 就心悸 人就慌掉了 所以他们的体质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 那当然我们也会说用大黄也是这样 对不对 就是平常吃的很辣的东北人 大黄五钱六钱这样放 其实东北人吃的也不辣 我就说两件事 平常吃的很辣的人跟东北人 大黄用的很重都不太会 都不会怎么样 那我们这种南方人 大黄一钱狂泄不止啊 就是你们同学还就会有什么逃兵新招 就是生大黄磨成粉 然后带在身上下毒在自己的茶水里面 然后呢 只要一滴滴 因为台湾人对大黄的抵抗力很弱 所以吃了之后就会狂泄不止 稀怎么样验都验不出来 然后就说你在当兵的地方 得脱水性力气 然后放了几天就把你放出来了 就不用当兵了 很无聊 我只是意思只是说 台湾人对大黄的耐受度很低啦 就这样 小孩子不要学 那这个 所以那麻黄酒精呢 我刚刚就讲到说 我们如果用一个中医传统的观点 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气虚啦 血虚啦 阳虚啦 上火啦 这些这些种种理由 所以他不能够再用麻黄剂去发他的汗 可是呢 有一位前一些年才过世不久的一位中医师 就是孕子余 就是孕铁桥先生的孙儿 那孕子余在生前的著作里面就有讲 因为孕子余先生是有学西医的中医 所以他在注解山海门的时候就说 这个所谓的麻黄酒精 其实都脱不开一种人格模式 就是神经紧张的人格模式 所以这些东西呢 这些体征其实会发生在一个神经紧张的人身上 那其实他这样讲 其实可以等于是为我们画下一个很好的框架 就是说有一种人 他平常的生活方式 就是他活成一个阳虚而阴死的人 那这样的人其实就耐受不了麻黄剂 他已经没有阳气可以再让你杀了 所以麻黄酒精就算细部记不清楚也没有关系 我们用这个酒精来勾勒出这是什么样一种人 可你在生活中跟他聊两句 就知道这个人不用麻黄了 还不用把脉呢 就是可能看得出来的 就是不能用麻黄的人 那一开始呢 他说 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 那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 我们要先从传统的中医来讲 那传统的中医来讲的话 这咽喉干燥就要 说你这个咽喉干燥是广义的咽喉干燥 还是狭义的咽喉干燥 狭义的咽喉干燥就是这个人 常常觉得喉咙干 那广义的咽喉干燥就要包含这个人感冒 正在喉咙痛 那 究竟 这个咽喉干燥 我们要取狭义还是广义 以正确度来讲的话 是狭义的比较正确 那一个人咽喉会干 是为什么 如果以中医的 古方派的理论来看 如果以伤寒论的逻辑来看 咽喉干的第一理由就会指向哨音不足 就是虽然我们的三音筋都支撑了我们的喉咙 但是 哨音筋最关系到喉咙 所以 尤其是扁桃腺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喉咙常常会干的话 代表你这个人根本哨音很弱 那哨音很弱的人 你一发汗就完蛋了 所以这是最狭义的说法 那狭义中的广义呢 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肺阴虚 胃阴虚 的人其实也是会喉咙干 比如说肺很燥热的时候 喉咙会不会干 如果你的胃是在发燥发热的时候 喉咙会不会干 这些都会 那一个肺阴虚或者胃阴虚的人 其实也可以算成是一个 不适合用麻黄剂的人 所以在这个狭义的范围里面 这样都可以 所以基本上喉咙常常是干燥的人 不说发汗这件事情是通的 那如果要包含到 广义的烟火干燥者 就是包不包含喉咙在发炎 喉咙在发炎我们要分成两路 一个是太阳风热的发炎 一个是哨音病的发炎 那哨音病是一开始就打得死死的时候 哨音病绝不可发喊 所以扁桃现在肿痛的人当然不可以发喊 那那是哨音病的禁忌 那如果我们把哨音的不可发喊这件事情 再排除药 那如果这个人是一般太阳表症 然后他喉咙在发炎 就是这个肺热啊这样子发炎 那他会不会发喊 那这个地方就有商量的余地了 比如说如果他是普通的葛根汤症 而他在喉咙痛 我们也知道这个喉咙痛并不是哨音病 而是单纯的喉咙发炎而已 那这样的话你说葛根汤加几等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或者我们之前讲的桂枝汤可不可以配银翘散 可不可以配桑菊瓶 都可以啊 葛根汤也可以的啊 所以如果是真的是风热性质的喉咙肿痛的话 那就跟发喊没有太多的牵扯了啊 所以所以这一条路我要完全正确的话 大概还是要用狭义的喉咙痛来定义这个 喉咙肝燥来定义才行 那那这个孕子余先生呢 他就说喉咙肝的人啊 其实你也可以用西医的角度来看他 他举了七个例子 他说有七种人在西医眼中是会喉咙肝的 他说一个人熬夜为什么会有口干 因为熬夜的人缺乏肾上腺脂素 缺乏褪黑激素 肾阳不足的人一定口干 所以肾上腺素不够的人会口干 熬夜的人就因为这样所以会口干 那所以这样不代表他不是也就代表他肾阳不足肾虚吗 所以这可以算到里面啊 他说一个人贫血血糖不足的时候会口干 那这个人就可以算到中医的血虚里面 对不对 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人是处于阳明病的现状况 因为这个人的肠胃干燥有便秘那种食热的便秘后容会干 那阳明病的人当然不能发太阳的汗啦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可以通 那他就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长期的鼻塞 乃至于他只会有嘴巴呼吸就有人也会觉得喉咙肝 那这个能不能发汗啦 这个就很难讲了 这个大概还可以吧 只是长期鼻塞的人 我说这种人用嘴巴呼吸的人很可怜 认督脉不通的啊 所以他的身体的那个其实肾是很虚的 然后呢他就说一个人啊肺活量不足 二氧化碳在体内含量太多的时候 人会口干 而且不大会口干而且会神经紧张 就这种人的人格啊是神经紧张的 所以你就说这个人是什么 甚虚不藏经 甚虚不纳气 这种就中医的这种讲法 所以这样子也是对的 那再来说是如果他就说如果是气候太闷热 人被树到了也会喉咙干 那这个情况当然就另外算 他说还有就是老人家身体太虚了 拓现都不会分泌了 这样会喉咙干 那这个是不是 也可以算到肾虚中医的肾虚里面 所以就是如果你把西医的喉咙干 全部放到中医的框架来比对一遍 会发现也可以通 所以大概知道到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我刚取这些有的没的讲一讲 其实也是让同学开始去认识说 会被放到麻黄酒精的这个框框里面的是哪一种人 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在帮他画素描 一笔一笔勾勒出他是哪一种人 那再来呢 他说灵家不可发汗 发汗必变形 那这个灵家要成为家 就是很会什么什么的人 叫做灵家对不对 那灵家 灵病呢 就是一个人他小便不通 或者小便的时候尿尿的时候会色痛 那这里就有分成广义的灵家 跟狭义的灵家了 就是狭义的灵家呢 就是指尿道发炎的人 那广义的灵家呢 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是处在小便不太顺畅的状态 都可以称之为广义的灵家 所以广义的灵家真的可以包括到什么贫尿啦 什么尿扫啦 这种都可以算到广义的灵家 那我们在这边所说的灵家是狭义的灵家 还是广义的灵家呢 我想张仲锦的这一条定义的是狭义的灵家 因为广义的灵家发了汗不会尿血 狭义的灵家会 就是当你的尿道正在大发炎的时候 你一旦发汗让这个人的下焦更精益更不足的时候 那这个发炎就会搞到可能会把血烧干在里面 变成有淤血然后破掉然后出血 那我们说尿道在发炎的体质 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在尿道发炎 他根本下焦已经完全是湿热盘据了 那他的湿热没有排除之前你就帮他发汗 水再变小他就烧干掉就会破 所以三天两头尿道发炎的人 那的确是发汗是有可能变血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说广义的灵家 是不是适合发汗呢 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是小便尿少尿贫尿不顺 这种人到底是怎样一种人啊 其实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中医说的 顺阳虚气化不利的人 那因为已经气化机能都很差的 顺阳虚的人他能够发汗吗 其实是不能的 因为通常我们平常小便很顺利的人 如果用了一次大青龙汤煎剂 可能吃完了那天大青龙汤发了汗感冒好了 接下来就要吃蒸五汤了 因为尿尿觉得很难尿 就是尿的时候觉得下体木木的 不知道尿完了没 就是会觉得尿尿的感觉会很顿 所以而且用了麻方剂 往往小便就开始变得白茫茫的了 就是马上这个圣虚 圣阳虚的现象就开始出来了 那就连平常尿尿很顺的人 吃了麻方剂都会这样子 那平常就已经是尿尿不顺 小便泛白的人 那在吃麻方剂还得了 那会变得不可收拾 所以即使广义的邻家发汗后不会变血 但是大概也不太能够发汗的 那如果像孕子余先生来讲这件事 他就说其实广义的邻家不一定是尿到发炎 而这种人基本上都是什么人格 他都是神经紧张的人 他说一个人小便会搞到这样的功能变得很糟糕 这个人通常都有前面一半的 他的前一段人生他都会活在神经紧张之中 我想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印象 比如说赶着交一个报告 或者说公司出了什么大娄子 那边很紧张很紧张压力很大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小便的机能都会软软的 对不对 那如果长期在这样的一个清理压力之下 其实很可能造成越来越慢性化的小便机能的失调 那只是现代人看到小便的问题 像我想西医的话 可能不太会去思考这个盛阳啊 或者是气化的问题 他只会说什么扩约肌松弛要动手术 把扩约肌拉紧一点 就是下体的拉皮吧 是不是 但是其实可能不能真的解决问题啊 因为当我们治疗小便的问题 中药很有效的时候 就会让你觉得好像西医那边的论点 没有办法包含全面的真相 那再来呢 窗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 汗出则静 那这个静字啊 很多版本的商寒论写一个册字 这是因为我们传超古书要尊重 所以这个静字呢 有的古书传超成册 我们也把它超成册 就是尊重古书的写法 但是基本上它还是静鸾的静 是抽筋 抽筋的意思 所以不必读到册这个字 不管写它 它写的什么字都是读成册 那 一个中国人啊 传统的窗家是什么 你说我今天青春都很大科 不能发汗 这个不算啊 这个太轻微了 传统的窗家是要像那个 韩国连续巨大长经里面 那个皇上一样 就是一天到晚身体都在溃烂流浓的 那当然你就知道传统的窗家 它就是一个已经气血 都已经被消耗的都没有了 肉都长不好 对不对 然后身体里面的毒气 热气又很重 那这样子已经气血两个上没有 没有这个 已经没有这个资本的人能发汗嘛 所以它说 虽身疼痛不可发汗 就这个人可能 他可能是麻黄汤症 骨节都已经有风寒进来了 他会觉得 哇好难过 对不对 怕冷 那你会觉得说 这样赶快有麻黄汤给他发一下 可是如果是已经是 那么严重的皮肤溃烂的窗家的话 那他基本上没有这个气血 没有这个气血 那像气血不足的我们都会说什么 要吃渐中汤 对不对 吃到它的尺脉扎实了才能开始发 所以就是虽然不能立刻发 但是还是有一些调节的方法 可以让它变成能发的状况 但是呢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也是 狭义的窗家 那广义的窗家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窗家 如果再推扩一点 其实 还有一种窗家 是这个 这个人他的那个淋巴呀 一坨一坨的 然后会破 会流东西的 那这种我们现在人叫什么 我会搞不清楚 那中国古时候叫做什么 马刀侠夹银 对不对 马刀这种贝壳 好像你身上附着一颗颗贝壳 那夹银就是夹在脖子上面的项链 婴儿的婴这个字 就是女人的脖子上绕贝壳 绕一圈嘛 所以就是项链 也就是这个颈部的这个淋巴 中间的雷厉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淋巴一坨一坨的这种东西 也是算到不可发汗的窗家的范围 怎么讲呢 就是淋巴有解脱 它或者有破溃 或者没有破溃出来 但是这个东西在张仲景的书里面 其实是很清楚的是什么 是虚劳症 就是用小建中汤 或者是贵制中古牡蠣汤的虚劳症 就是一个人唯有虚劳 才会用到淋巴里面都没有办法流动 然后他会堆东西 那当然你要把这个东西一下子打散 你有柴壶汤可以用 因为柴壶汤专清淋巴 可是柴壶汤吃到 有一些效果就要挺 你就要换成补药 因为柴壶汤不能断根 因为这东西基本上是虚劳 所以他既然这种病 他本身的病基就是小建中汤症 就是贵制龙母汤症 那他怎么可以发汗呢 是不是 就是这种体质 所以创家也可以把这种体质人包含进去 那还有一种再广义一点的创家 我觉得我是过去的人生里面遇到过三个 而三个都是女生 而三个女生里面 她们的做人都有一种类似的调调 那这个最广义的创家 其实孕子余先生就说得很好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 他的毛病是 身上很容易莫名其妙的长这个险 那个险 全身都长得那样的一直抓痒 然后皮肤骚得烂烂的 抓得烂烂这样子 这种完显缠身的人 孕子余先生就说 这种病你说他外科病不如说是内科病 就是他会变成这样的一定是有什么体质 对不对 可是他要说 你要说他的内科病不如说是精神病 因为一定是有种个性 所以是个性影响体质 然后体质影响这样的状态 像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学了中医之后反而变得很模糊化 因为你学了中医之后就会想 你要用什么药来医他 可是我觉得我在我学中医之前 这种事情的感觉是好像很清楚的 比如说我那时候还不会中医 那个时候陈柱就要来找我玩 他是小我八戒的 我的高中的学弟 所以他还是小孩子 然后呢来找我玩 就有提到他什么 就是小孩子有剪香港脚的问题 那我那时候完全不会中医 我就说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 香港脚是因为脾气暴躁才会发生的 那你要不要 以后脾气不要暴躁试试看 就他就说好去试试看 就要求自己做一个脾气不暴躁的人 然后香港脚就好了 那我学了中医之后反而会想说 哦这是下体湿热 什么二秒散三秒散 就开始会开药 但是开药之前 我其实不知道那是一个身体的病 一直以为那是一个精神引起的一个病 那如果一个人 香港假装都如此 如果一个人全身长满各种奇怪的险 那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呢 我想我不能够告诉各位同学 绝对的标准答案 因为我说我只遇到过三个 那我只能说 这三个人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 那也是十几二十年前的往事了 就是 没有到十年前啊 十几年前 有一个女孩子 就是在工作的 就是同样的出版业界认识 然后你刚认识的女孩子 会觉得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开朗大方 充满正义感 就眼光看起来 看人的时候都看得很直 就是看起来很清澈那种感觉的人 就是 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很 就是 很正直的人这样子 然后 可是他就是完显缠身 就是这么漂亮一个人 他的身体如果要开这个袖口啊什么的 就乱七八糟的 然后 很麻烦 不知道怎么一才一的 那结果 等到认识久了之后呢 有一次听他讲的 他有一个过去的故事 他说他从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 曾经遇到过一件怪事情 就是他 在一个人家借住 就是有一个房东啦 他有一天要回到他住的地方的时候 他房东呢 把门锁起来 把他关在外面 然后把他所有的行李丢在门口 然后让他进不去 然后不跟他说一句话 然后他说这房东不知道发什么神迹 然后他就因此就流落街头 这样子 就他人生中有这样一段 莫名其妙的飞来横祸 不知道对方发什么神经 然后后来呢 因为在 这个女孩子就在认识的公司上班 然后才让我们有机会发现说 这个人是多可怕的一个人 就是他呢 就是 非常能够把他的同事逼疯 就是他的所作所为都非常的诡异而霸道 就是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他 他有做他自己觉得是正确的事 然后这样子 然后他同事呢 都被他逼到变成恶魔 你知道就是同事合力也合起来 把他搞出这个公司这样子 就他等于是日本的那种被房东关在门外的世界又重演一遍 可是呢 这个女孩子再一次的在我眼前就我看得到的范围 被把同事都逼成发狂一样把他轰走 我看到了 然后会发现这女孩子很厉害 很可怕一点是 然后觉得 他们是怎么了 我没有做错事啊 我这样做事都是好心好意的啊 也就是他的 让别人很痛苦的所作所为 他完全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那我想做一件事情让人家觉得困扰 而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意思的人 在这生活上还是不少 对不对 我刚刚举的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可是这种活在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当中的这个人 我们客观的外面的人观察都觉得这个人是死有余辜 为什么大家都是这样把他轰出去怎么样 因为跟他讲道理也没有用 你跟他讲你怎样怎样 你适合的举行 他就怎么会有举行 我根本没有做你错的事 你不知道你在讲谁 对不对 他根本不会承认 所以你跟他沟通是没有用的嘛 所以很快发现沟通无效 之后把他轰出去 所以他都被他轰的莫名其妙了 可是你如果用 我们这是一个客观的角度 会说这个人是死有余辜这样子 可是你站在他主观立场 想他是怎么样的状况 他觉得奇怪 我人生都是这样好好的在过日子 可是每隔一段时间 周端人就会忽然之间发狂来捅我一刀 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啊 这是一个邪恶的地球 也就是这种过到这样子的人生 以他本人来讲的话 是不是很恐怖 就是人都会莫名其妙地害我 那就是 就是